如何运动才能有效减肥,怎么吃才能保证营养,脉性疾病如何进行非药物干预? 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先进技术研究院,生物医学电子学应用工程中心, 科研团队自主研制的智慧能量代谢舱科研平台将为这些问题的科学研究提供有力支撑。 走进该中心实验室,记者看到,代谢舱内不仅设置了相关监测仪器, 还配备有桌椅、洗手间、床等设备,可为受试者营造特定的活动环境以及模拟各类生活情景。 它能够把人体这样的一个连续动态的进行代谢进行监测, 这样我们就能知道你在运动的时候、你在学习的时候、你在思考的时候及睡眠的时候, 这样不同场景下,你的精细的代谢,你是代谢率是多少, 你的代谢的是糖,还是代谢的脂是多少, 这样就能揭示很多慢性病的,都是以代谢性疾病的发生的机制。 据该科研团队负责人王远博士介绍, 智慧能量代谢舱不仅能无扰连续实时计算人体能量代谢消耗, 及糖、脂肪、蛋白质的消耗速率, 还能对舱内受试者运动、行为轨迹、表情心理、睡眠、饮食等进行时序化监测, 从而深入研究饮食、运动、情绪与人体代谢之间的调控关系。 这块最直接的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大的像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这样的一些人群, 这些的人群本质上都是体内的代谢的失衡, 那么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代谢的测量,一方面能够对这样的一些疾病进行早期的这样的一个识别, 同时我们能够基于这样的一个代谢的测量数据给它一个精准的非药物这样的生活方式, 像营养,像运动,这样的一些睡眠,像这些干预的方法,干预的方案, 这样老百姓拿到这样的一个方案,他就能进行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的调整, 从而通过这样的一些方式来进行这样的一些慢病的预防和康复。 据王远博士介绍,该代谢舱采用了间接测热法的原理, 先后攻克了高精度差分氧浓度传感,代谢模型算法设计, 呼吸代谢模拟验证平台等关键技术, 是国内首套具有完全自主支持产权的智慧能量代谢舱。 这块的核心的基础呢,包括这样的一些氧气, 高精度的这样的一个氧气传染器, 还有这样的一个代谢这样的一些提取的一些技术, 这块呢,我们在新院这个块是联合这样的一个中科院, 这样的一个能量材料转换实验室, 就是科大的很多这样的一个优势的这样的一个学科, 材料学的这个学科, 进行联合的这样的一个公关, 开发出这样的一个高精度的差分氧氧氧度分析, 这样的一个分析, 基于这样的一个平台, 我们完成了这样一个代谢舱的这样的一个科研装置的这样的一个国产化。 据王远介绍,团队正在与协和, 乡亚等国内一流科研机构共建代谢舱, 并通过一工交叉深度融合, 打造满足科研、临床及大众等不同应用场景的智慧能量代谢舱。